谢果良市长进行视察行程前接受媒体联访指出 对于多名刑警为黑道大哥庆身 这样的场景相当不宜 身为警务人员和黑道人士之间的关系 应该要更有分纪 作为一个警务人员 跟黑道黑社会之间的关系 应该要更有分纪 我们的廉政伦理规范也有详细的规定 所以我觉得不论是公务人员 政府首长 民意代表 跟未来在基隆黑社会分子的分纪 我认为应该要用更高的标准来看 而且在选举期间 事实上我们都看到了 民众对这些的事情也都非常的关心 所以后来我了解到督察室的调查 其实做得相当的详细 我们也给予肯定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采访报导 总的阿伯大家会觉得哦